近日知名博主长春国贸通过微博曝光了一组董洁儿子丁丁的近照 照片中母子两人在一家咖啡厅 一头短发的董洁抱着帅气的儿子相当可爱 而董洁也是目外爆棚一脸慈想的样子 长春国贸还透露在和潘月明分手之后 董洁就一直带着儿子在大连老家居住 除了参加一些活动之外很少外出 董洁已经把全部精力投入了照顾孩子身上 目前丁丁已经进入了幼儿园学习 据悉董洁和潘月明的婚变事件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 而该事件对两人事业的发展也有截然不同的影响 近日不少媒体都以男方工作满党女方工作停罢为标题做文章 而董洁方面也确实一直保持低调没有接受任何采访 日前有媒体前往大连打探董洁的消息 但并没有见到他本人 却发现他购置了豪车用于接送儿子 看来儿子才是董洁的全部 搜狐视频与萝博报整理报道 看好声音只在搜狐视频 大家好我是萱萱